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 什么来着 嘿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现在呢在武艺山参加我们福建省委网信办组织的王农民能看武艺的活动 听说晚上有影响大红袍的演出 我们已经到达钢银的地方了 一个字绝 大家知道马肉跟牛肉是什么吗 不是真的我们马的肉跟牛的肉 这个呢其实马肉跟牛肉都是肉粿当中的一种 然后呢马肉呢是因为它是马头岩生产的肉粿 所以叫马肉 那牛肉呢就是我们的刘南坑生产的肉粿 叫做牛肉 是不能吃的那种马肉跟牛肉啊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牌匾了吗 考一下大家这个字念什么 这个字 如果知道的话呢打在公屏上 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 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 马头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有茶中之王称号的 大红袍的母树 我们现在喝的大红袍都是由正里延伸出去的 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说的马肉牛肉的那个肉粿 哎呦吓我一跳 谁要把我推下去 谁要磨害本花 太阳太大了我都看不见我的屏幕了 大家能看见我吗 那就忙不拍了 完全看不见屏幕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录一下 我现在在我们九曲西的竹筏上面 哎呦要破年了要破年了 然后和我一起乘船的 打个招呼吧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这是我们的水哥 别算勾你了吧 哎呀水来了 你看你看超了两条船 船呢 哎这个看不见 船呢 我去搜了一把闪过来 你要想一下 嗯 啊 不是山 哈哈哈 是蜻蜓吗 黑色的耶 诶 它是黑色的蜻蜓耶 船大哥你们是不是还会唱三歌啊 不要为难人家啊 不是有那种 不是有那种就是 就是在船上然后呢 会唱 就对着山唱 白班 牛奶 师傅我看你们划得很辛苦 一会儿能不能给我划一下 哈哈 现在就可以吗 可以啊 来来来来 快帮我拍两张照片 哦哦拍 我给你拍啊 你等我 好好好 拿手机啊 拿手机啊 啊师傅你帮他拿那个这个摄像头 哎给他举着拍他 这张拍 我给他拍那个 我给他拍照片 哎那个 这位美女 转过头来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有姿势 特别有质感 没关系没关系 师傅我把你的帽子打掉了 来师傅 给您吧 摔着水酒 哎呦哎呦 小心站好 小心 鞋子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在我身后的呢 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我们福建省的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是我们的足编记忆 就是用足指编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茶摆系 就是用茶汤 然后用清水去画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剑盏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我们的黑幼苗金盏 这个就是黑幼苗金盏 这个就是黑幼苗金盏是吧 也叫黑幼金盏 这个是我们武藝山玉林坪的这个特有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工具 最大的亮点 你是画了一条龙吗 对啊 这个城市是非常高的 手艺很好啊 嗯 你看一下 这茶满全坑 茶文化就是一片叶子的故事 我们用无数片的叶子去鑽穿 这是我们的一项非营项目茶百姓 我们老师在画一棵 传统吉祥图 这是喜鹊吧 对 好形象啊 这个树枝 天气太热了 天气热会有影响是吧 比较不容易 影响非常大 比较不容易消散 比较不容易消散是吧 它是气节啊 我们这个盐膏茶技术现在已经是相当稳定 以前只有保存十几分钟的 现在这个冬天的这个 若是这幅画冬天可以做半小时以上 哦 一些竹编 我们的竹编技 也是我们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这个空间站 之前前段时间也很热搜 还可以编我们的二维码 对它是可以用的 包括这个口罩也是 口罩 在这呢 对 这是万众一新一新一义 看一新的 然后这是独指编的 全都是独指编的 这么细 我今天听到一句话叫做 好生态就有好心态 在这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态 在园里面 感受这个大自然 瞬间感觉心情就舒畅了很多呢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真的可以亲身过来感受一下 武夷山的好山好水 最近也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梦华路 里面女主高操的茶几 大家也可以亲眼到现场感受一下 我们茶百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悄悄告诉大家到年底 武夷山的文票都免费哦